你一直满脸就写的一个字 亏 你既然那么亏你走了 我只想告诉你 你可以离开他 但是你没有权利羞辱 你可以无情 但是你不可以羞辱 如果你今天硬是要挽回 那你就好好说话 视频中被涂雷老师怒斥着的女孩 名叫小文 原本她又一段幸福的感情 但是她却不懂珍惜 经常坐天坐地坐空气 所以其男友小号便忍受不了地 向她提出了分手 于是为了挽回男友 便找到了节目组 可谁料男友小号刚一上场 就爆出了一件猛料 惹得大家惊叹不已 你觉得我们可能还会在一起吗 我知道错了 所以你能 你觉得你的错能够避补我的自尊吗 你想一下 你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 竟然伤我耳光 你觉得这是一个男人能够忍受的吗 要说一样迷扬百样人 每个人性格都会各不相同 而情侣吵架比较常见 但是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情侣 还是比较少见的 更何况还是女方打男方 这就更稀奇了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竟让看似柔弱的小文 变身野蛮女友呢 那是我们几个同事 还有我们老板也在 在一起吃饭 我也带着他去了 然后他就拿着我的手机看 他就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当时我也喝了点酒 他问我是谁的 我就没搭理他 没搭理他 他后面就直接当着很多人的面 直接闪了我一个耳光 无论是从古至今来说 还是从女人到男人来说 面子都是尤为重要的 所以有什么矛盾 都可以私下解决 何必要闹得那么尴尬呢 小文这样让男友当众下不来台的举动 无疑就是在给他们两个的恋爱之路挖坑 也是在触碰小浩的底线 所以小浩向其提出分手 也不足为怪 但是对于男友的控诉 小文则是这样辩解的 年轻人恋爱期间发生矛盾并不少见 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很容易在生活上容易产生不同的分歧 可是他们也要明白的是 当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 他们更要学会包容对方 用正确的态度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显然小文在受到男友的冷落后 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以至于让他一时的冲动 把两人都推入了分手的窘境 然而接下来小文的控诉 才让众人明白 原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千千万万根稻草 我跟他在一起 感觉我已经崩溃了 怎么会崩溃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他跟我提分手应该不提三个次 在恋爱中 女生时常会耍一些小脾气 其实也实属正常 甚至有些时候女孩的小脾气 也能成为两人感情的润滑剂 但争吵后两人不想着解决 还一直刺激着对方 向对方提分手 那就是在挑战男生的底线 也在消耗他们之间的爱意 这样怎能会使爱情继续维持下去呢 然而除了时常提分手这件事之外 女友想让自己证明对他的爱意这件事 也让小浩也是非常头疼 当男生工作为以后的生活努力时 多多少少都会顾忌不到女友 但小浩也没有明显的忽视小文 怎么就让他那么缺少安全感呢 更何况小文可以证明男友最爱是自己 但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何必用别的异性来刺激男友呢 这样做他难道不怕伤害到小浩呢 那些男生都是我玩得好的 我想故意刺激他的 玩得好的 就玩得特别好的 像撑兄道弟那种 我就刺激他 我说那个男的在 就是备胎是吧 不是备胎 就玩得特别好的 虽说小文解释他与那些男生没有关系 但是众人都不相信 毕竟有了对象后 正常的人都会远离之前的异性 小文没有远离他们 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男友 他们还愿意被小文利用 那就说明几人的关系 绝对是不正常的 而小浩接下来的话 也正印证了这个猜测 那我们分手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跟一个男的 好像刮个很多的 那段时间不是分手难过吗 然后他就安慰我 就陪我 安慰你有必要 就是你们经常会在一起吗 那是朋友在一起 就单纯的在一起玩呢 可是我让我觉得已经不单纯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不给你买个早餐 你就当着我的面 给他打电话 让他送早上 但是你是我真实的男朋友 你都不能够满足我这么一点小要求 而他只是 我还没有满足你吗 要问一个男生会不会 平白无故地给女孩献殷勤 那答案肯定是不会 而小文虽说分手期间 与其他男子有了暧昧举动 小文和谁交往都不该小浩过问 但既然小文和其有暧昧 还把这个暧昧的人带到小浩面前 刺激小浩 故意给小浩说 那么他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承认 他有了别样的心思 他就应该承认自己做法欠妥 而不是在这里狡辩 一而再再而三地扎着小浩的心 于是台下的图蕾老师 便忍不住吐槽了两句 图蕾老师的一句吐槽 可谓是说出了在场中人的心声 毕竟哪个正常的女孩 会做出这样的蠢事呢 于是听完老师的评价后 小浩似乎是打了强心计一般 一股脑子全把自己的委屈说了出来 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老是说我没用 没钱 有的时候老是说我没能耐什么的 可是 但是你想一下 我认真 我努力地去工作 去赚钱的时候 他又说我没时间陪他 人毕竟只有一个个体 不能分成两个个体 所以小文要想男友时常陪伴自己 那必须是要男友放弃自己的所有生活 但在当今社会 无钱寸步难行 小浩怎么可能放弃工作 只顾眼前的苟且呢 况且听到这里 让小编非常不明白的是 小文在小浩面前 到底哪来的那么多优越感呢 知道吗 就当时我高三毕业的时候 我明明就可以去上个更好的学校 但是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就跟他抱着一个同一个城市的学校 我是忙着我家人抱的 当时我家人知道我一气之下 他都不给我交学费了 我知道你为我付出的挺多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想要跟他在一个城市上学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带着仅有的五百块钱 我就上去学校去了 当时我才那么小的一个人 就带着五百块钱 还没有交学费 就当时大一的时候 大家都在忙着 就是成绩在大一的 那个开学的喜悦当中 可是我呢 我要忙着去兼职 小文的一番话 可谓是把在场中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毕竟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 高考之后的报考是非常重要的 小文竟为了小浩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可谓是真爱 可小文的这个决定 究竟是小文自己一个人的主意 还是当初小浩也参与其中 窜夺着小文报考他们那边呢 我问个细节 是他窜的你跟他一个学校的 还是这是你自己决定的 他窜的 听完这个解释 众人才明白 之前小文怎么做 小浩都不予生气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原本以为是南方在面对自己深爱的人时 会选择忍让 是因为他希望这段感情能维持下去 所以才做出的让步 事实却是因为小文对自己前途的放弃 他对小文有愧 所以一再容忍小文作妖 但一个人的忍耐力终究是有限的 所以小浩如今便对小文怨言颇深 可是你后面是怎么对我的你知道吗 每次我辛辛苦苦赚点钱 你就拿着大手大脚的花 而且花掉以后 你还说我没钱没能难 跟人想一下 两个人之前在代艺的时候 吃了那么多苦 好不容易日子宽育了 能够买一点东西 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在小浩看来 自己的女友 其实早已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而当初他爱的是那个义无反顾 温温柔柔的女友 现在的女友却是一副野蛮无力 挥霍无度的女孩 这让他难以接受 而小文因为之前受的苦魄多 所以之后有了条件 便疯狂弥补当初的遗憾 这或许不是他一个人的状态 而是大众所趋的一种常态 可是既然两人现在都对对方 有着深深的不满 为何两人又不愿分开 还在这里年年糊糊的纠缠呢 我最晚不了的是有一段时间 我不是参加那个播主的艺考吗 然后他就一直的陪着我 就是我练习执行评术 练习自我介绍的时候 然后他都就是陪我一起练 在当时那样情况下 是我家人还有朋友 他们都不太支持我学这么专业 就是有过一段回忆对吗 对有过那段回忆 我特别特别难忘 所以那段回忆也让我就是 觉得他人真的特别好 那段时间他还陪我去贵阳那边 参加了一考 就全程从开始参加考试 到最后他都是一直陪着我 照顾我 就我 我当时要减肥嘛 然后他就每天给我送豆浆 然后我练习舞蹈 晚上练到晚上一点多 他还去跟我接我 其实一对情侣 在恋爱期间 他们必不可少 都会经历一些快乐 和一些痛苦的回忆 而他们两人之间 虽然痛苦非常多 但显然快乐也不少 所以两人 虽然对对方有不满的地方 但终究是不愿意就这么分手 可是小文做的事 终究是非常离谱的 于是台下的导师们 在听完两人的矛盾后 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放弃好学校这件事情 那不叫付出和牺牲 那叫冲动 牺牲和冲动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你讲讲 牺牲 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愿意承担后果 并且甘之如頤的 叫牺牲 冲动是什么 这件事情我做了 但是我要一直拿出来讲讲讲讲讲 然后我一直是不满意这个后果的 所有的结果我也不要承担 我要你来承担 这叫冲动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冲动 而不是牺牲 他可以拿这种事情来绑架你 他就已经不是牺牲和付出了 当然了 你当时穿夺了他 所以呢 你这几年呢 也是你活该 出来混总要还的嘛 陆老师的一番话 可谓是点醒了众人 因为有些人平时 可以将自己的情绪 隐藏得很好 但当某件事刺激的 就会变得难以克制 而小文就是这种人 因为他并不是完全不在意 当初为男友选择学校这件事 所以之后的他 便在两人争吵时 一遍一遍地拿着这个事情 来刺激小号为男小号 而正因为小号 当初是窜夺小文 做出这样的决定 所以如今的他 便要承担这种冲动下 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你放弃好的学校跟他有关吗 你就不应该放弃好的学校 你就应该奔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去 但是是你自己付出了 你自己舍弃掉了 你怪谁啊 你一直满脸就写着一个字 亏 你既然那么亏你走了 我只想告诉你 你可以离开他 但是你没有权利羞辱他 你可以无情 但是你不可以羞辱 我都说了 当时冲动之下 你可以走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如果你今天硬是要挽回 那你就好好说话 涂雷老师的话 可谓是一针见血 直言说出了小文 在这段感情中 所有错误的举动和心思 而小文虽然一开始还有辩解 但最后还是被涂雷老师说 低下了头 但无论场上导师说的在狠 两人最终是否要走下去的选择权 还在于两人手中 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 你真的付出了吗 这段时间你有没有 估计过我的感受 真的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 真的是没必要在一起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之前真的是太过分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是场上 小浩畅快地诉说着 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 让小文感到危机满满 所以最后即便小文 已经虚心想要悔改 小浩还是决定了离开 其实在一段感情中 大多数女人们 总是喜欢用各种方法去考验对方 以证明对方是爱自己的 因为他们天生是缺乏安全感的 如果某一天 有一个人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口口声声说爱他们 他们还是不会特别相信 语言上的承诺没有用 那就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 大多数女孩都会这样做 通过测试 来判断男人们到底有没有在说话 但方法切记不能像小文一样 那么违背道德 毕竟小做一行 大做伤身 那么看完本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积极互动留言了